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呢 我们让我们的表单页面可以正常的运行起来 这节课我们把TypeScript的相应的内容 类型都引入进来 打开我们前端代码里面 src原代码里面的app.tsx这个文件 上节课这里呢 我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改 这节课我们把它先改进完成 首先我们来看 checkbox这个组件 没有被使用过 所以呢我现在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 接着来看 form也就是这个属性 它的类型现在是any的类型 那么如果它是any的类型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用this.tops.form 然后在点的时候 它不会给我任何的提示 即便我知道form这个属性里面 它还会有validate fields这样的东西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form我们究竟给一个什么样的类型比较合适呢 我们可以按住command键 然后进入untdesign这样的一个原代码包里面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当你点击的时候 它就会跳到这个undesign对应的index.d.ts这个文件里面 这个文件里面呢就是untdesign它的原码里面 所有涉及tapscript这块内容的.d.ts文件的一个集合啊 比如说所有它的类型注解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查找 那么我们在这个目录下再往上翻一翻 就可以找到一个叫做form对应的目录 这里面呢就给我们了各种相关于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form 它的各种各样的属性类型 我们点开undesign 再回到刚才的这个form文件夹项 我们可以到index.d.ts里面去看一看 它对外暴露了几个东西 比如说form props form component props 这些东西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用不到 我们呢打开这个目录下 有一个叫做form.d.ts这个文件 好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呢在app.tsx里面 我们去搜索啊 把这个validate fields关键词复制一份 到form.d.ts文件里进行一个查找 大家不断的查找 你会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我们继续往下找 这块应该都不对 OK validate fields这块的东西 我们往上看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做 wrapped form utils类型 它里面呢定义了form这个 也就是this.props.form这个属性里面 应该有的各种各样的字段或者方法 比如说有get fields value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有validate fields set fields这样的方法 都在这个类型里面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用这个类型 去声明form这个属性的类型就比较合适 那么如果想用这个类型 我们得把这个类型引入进来 现在它是暴露出来的 那我怎么引入呢 我可以这么去引啊 我们import wrapped form utils from untd它的包 这个包下面呢会有一个lib这样的库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这个文件所在的位置 我把这个缩小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lib下面 然后在form这个目录下 找一下form 然后在form.d.ts这个文件里面 所以呢这块引入的时候 我就要引帮design下面的lib 下面的form 下面的form.ts这里面啊 OK 那么这么去写就可以了 当我们把form的类型写成 wrapped form utils这样的一个类型的时候 我再去写this there props.form .的时候 它会把我能用到的方法都提示给我 type strip带来的优势 是不是就显现出来了 OK 大家可能会想 你这个东西查询的时候 是看了这个酷的各种各样的原代码 或者说这个酷的类型注解文件 才能得到的 那我自己如果想对一些类型进行定义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我建议大家第一步先到stack overflow 或者google上面去搜索 你想要的找的类型 别人是不是能够给你一些答案 如果搜不到的话 那没办法的 大家只能到on-design对应的原代码 或者说它对应的类型注解文件里 逐个去找你想要的这种类型了 虽然有点麻烦 但是写过几次用多了之后 大家就会比较的熟练 那我们再往下去翻啊 现在在这一块 validate fields error的类型是any value的类型也是any 我们可以按住command键 再进入validate fields 这个类型定义文件里面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它会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接收一个callback 现在我们传的是不是就是一个callback 这就是一个callback OK 那么我们就看callback 它的类型是validate callback 接收一个叫做v的范形 我们来看一下 validate callback 然后我们点command再点击鼠标 进入找到这个validate callback 它的一个类型声明 你会发现它说 error的类型就是一个any 实际上你这块写成一个any 就可以了 而这个values的类型 会是你传入进来的这个范形 叫做v 好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再回头看啊 我们点开到validate fields 这块 我们要传递一个v进去 这个v的范形 是从哪传递进来的呢 我们往上翻 你会发现 v是你声明rappedformutils 这个类型的时候 传递进去的一个范形 那么OK 我们就这样去写 在这里面 我们定一个interface 叫做fields 或者叫做formfields 也就是表单里面 会有的一些字段 它里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字段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password的字段 对吧 类型是一个string 那我在这儿 写一个password的string 这样的interface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在创建 或者使用rappedformutils 这个类型的时候 可以给它传递 formfields 这样的一个类型进去 当然它俩的顺序 调换一下 看起来可能更清楚一点 那么你使用rappedformutils的时候 formfields 也就是这个password 对呢 这个interface 就传递给rappedformutils了 那么rappedformutils 就会把它再传递给谁啊 传递给validate fields 下面的这个validate callback 把v这个范形再乘层 传递给validate callback 这个方法 那么它接收的这个回调函数 values的类型 是不是就是你传递进来的 这个formfields了 好 这块呢 你就没必要写any了 当然呢 error这块 你也没必要写any了 因为在这一块 你能看到 它的类型 定义文件里面 它的类型就是一个any 所以这块 你不要写了 好 当我们加了这个formfields 给了一个password string给它之后呢 我们看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打values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把password的提示出来 然后你把鼠标放到values上面 它也会推断出来 values对应的类型就是formfields 是不是很神奇啊 你通过一个范形向你逐步传递的方式 就可以让你的validate fields 对应的这个回调函数 能够感知到 它接收的参数类型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么去写就OK了 再往下 其实这块有一个问题 叫做e 也就是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实际上是一个事件类型 我们可以直接写成一个event 但是写完了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 这块它就会报错 它会报什么错呢 它会说你form上面 onsubmit绑定的这个回调的类型 应该是一个reactformevent 这样的类型 而现在你的类型是一个普通的event 所以它俩不匹配 那你可以知道 其实你绑定的这个函数啊 它接收参数的这个e 类型应该是一个 刚才我们看到的 叫做reactformevent 所以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reactformevent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当你给它类型之后 你会发现 你这里写e.prevent 它也会自动的 给你各种各样的提示 很方便 保存一下 那么这块类型的使用 我们也从any把它改成一个正确的类型了 我们再往下去看一看 剩下的地方就没有使用类型的地方了 包装这块 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修改 比如说react 保存一下这块 我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login 然后呢 整个组件的名字 没必要这么长 我们就叫login form Sam这块呢 我们就起名叫做react login form 导出的内容呢 这块也是login form 导出的内容是react login form 就可以了 OK 那这样的话 就对我们这块的代码 做了改进 让它变成一个符合type script 这种类型定义规范 这样的一个文件了 好 关闭掉这个文件啊 我们现在打开控制台 它呢 后端代码 这是前端代码正确的执行 后端代码也在正确的执行 可以到浏览器上刷一下 没问题 后端OK 刷一下 没问题 前端一面也能展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再做一点修改 还是回到我们的前端代码里面 我把这块的node modus先合上 在前端的代码里面 一定记得啊 这里是frontend project 前端的项目之中 我清一下屏幕 然后我去装一下react router DOM 也就是装一下react对应的路由 我们npm install react-router-dom 刚刚save 然后来写一点路由对应的代码 好 它边安装呢 我们边写 我们说index.tsx会引入app 那app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页面 实际上我未来呢 会有很多个页面 那这怎么做呢 我可以在src目录下 再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pages或者views都可以 那我这里呢 就叫pages吧 指的是有几个页面啊 在这里面我创建一个folder 叫做login 也是有一个叫做login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啊 点到login下面 我再创建一个文件 叫什么呢 叫做index.tsx OK 然后我把刚才app.tsx里面 这个组件的内容啊 简切一下 粘贴到pages.login 这个tsx文件里面去 保存一下 我们看报不报错 没有报错 OK 我们继续改 那么app.tsx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内容了 现在你启动项目肯定是会报错的 但没关系啊 我们现在有了路由 我们通过路由来做一些事情 好 当然记得 我们现在把这个组件拆分出去了 但是组件对应的样式没有拆分出去 所以这块呢 我要把login.tsx拖拆到pages下面 login这个目录下 这么去写就可以了 然后在app.tsx里面 我们去引入react.router.dom 怎么引呢 我们可以import hash history 或者呢 先import route from react-router-dom 大家会发现他会报错 报什么错啊 他说你的react.router.dom 是js写的一个库 你现在在ts里面用它 需要按一个类型定义文件 所以复制一下 我们去安装这个类型定义文件 刚d 稍等一下 那我们继续先往下写代码 我们写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login这样的一个组件吧 export const app 等一个 简头函数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app的类型是 react.r fc 对吧 当然你要用这个类型的话 你得干什么呀 先得去引入react 对不对 port react from react OK 那这块呢 我们写成react.fc 没问题 return呢 我们需要返回一些内容 我可以返回一个div 123 然后现在路由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就可以使用路由了 import route 其实还有一个应该叫做hash history 对吧 你写一个hash hash router 然后呢 rought from react routerdom 这块呢 我就可以使用它了 那怎么使用呢 我可以给一个div 然后外层包一个口号 它里面呢 去使用我们的这个路由 叫做hash router 在rought 在rought里面呢 我们去定义一些路由项 用rought来定义 当然呢 这里我要用一个switch 就是react.rought4里面提供的一个路由组件 它可以让我们从它里面的这个组件里面选一个作为具体的路由项 里面呢 我就可以写rought了 我可以当时一个这样的一个单标签就可以 当用户访问这个叫做login路径的时候 而且必须是精确的login路径的时候 我会使用一个component 那这个component等于什么呢 我要引入刚才定义的这个组件 import 叫做login page from当前目录下的pages 下面的login OK 那这块我写login page就可以了 写好之后我们保存 然后重启我们的服务器啊 npm start 那先等待一下 好 这个时候服务器已经启动起来了 但是它会报一个错误说 app没有默认的导出 这块什么原因呢 打开我们的代码 原因在于这儿啊 我们export没有加default 所以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这个constapp了 我直接导出这个函数组件就可以了 保存 然后过来再刷新 它什么也没有 但是我访问login这个路由地址的时候 这个页面就会出来 我什么也不输入 点击登录 它会提示需要我输入密码 我输入任何一个字符串之后 点登录 它就会把我输入的内容打印出来 那么现在这个功能 结合tapscript 我们已经编写完成了 而且增加了reactorrotterdom 对前端路由的支持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通过阿甲克斯接口的方式 把后端的一些代码剔除掉 通过前端写的这个页面 和后端的接口做联动 真正的做成一个登录的功能 那这节课的代码先写到这里 大家加油 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讲